泼着长长的烟雾升空 天空三型飞弹是我国的防空主力 最近中共朝着台湾周边海域 试射东风飞弹 还飞越台湾上空的大气层 让外界关心若真的弹道飞弹席台 国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能够拦截 以美军为例 飞弹防御分为三个部分 上升段有著名的萨德系统 在太空高度的中段 则能用标准三型 及陆基中段防御系统进行拦截 当飞弹下降时则利用萨德爱国者 还有标准六型予以摧毁 而我国的防御系统主要在下降段部分 使用爱国者三型跟天空三型 属于末端防御 国军目前没有终端拦截武器 但为了因应共军常态的威胁 台湾有添购中段拦截飞弹的必要性吗 因为我们离中国大陆 它进程大陆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我们几乎没有机会 可以做中程做拦截 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重点 放在终端拦截 爱国者飞弹大概在终端拦截的部分 它射高它可以到35公里 天空三型可以拉到75公里 也就是我们有多次拦截的防御在里面 这样子混合编组在一起来 其实我们的防御能力是很强的 对于我们海岛国家 最有效的不是萨德 其实是伯克级神盾驱逐舰 解放军它都已经发展海上的拦截系统的时候 那以我们这个海岛国家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发展海上系统 虽然没有萨德级标三 国军为了强化高空防御 已经研发天空三型增程版 射程高度从原来的45公里 提升至70公里 将可有效拦截中国的弹道飞弹 也被称为是台版萨德系统 天空飞弹一开始在设计 天空三型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从40到70这个范围 就是增程形成到70 这个已经有小萨德的味道在里面了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有部署的 在热山部署的铺路爪雷达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预警能力也有了 也就是说我们以铺路爪雷达 作为我们预警的雷达 再配合每个爱国者三型的飞弹 连着自主雷达 这阵地雷达 其实这已经编制了一个很好的预警网 预警的网 然后再加上我们天空三型飞弹的射高 它比爱国者更高 已经构成了非常网密的防御网 另外基隆级驱逐舰上 也有标准二型防空飞弹 建构绵密的防空火网 在对岸加强威胁的情况下 国军的防空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环宇新闻科冠成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